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葱酱牛柏叶 牛柏叶先洗干净切丝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一片片挂着的 所以你要这个方向切 这个方向切呢 切出来就是这样 像柏叶昌一样一条一条的 那千万不能这样切 这样切的话 你就会变成一块大窗帘布 拌拌这样的牛柏叶 我们先用一个TSP的盐 捏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洗掉 用清水这样来回冲洗个两三次 然后再把它捏干 捏干水分 再开始调料 盐是洗掉了 但是盐味一定是浸进去一点了 所以我们要少放一些盐 用四分之一的TSP 放一勺盐 然后二分之一TSP 用满满的一勺糖 先拌匀它 切些葱丝 斜刀切 越斜葱丝越长 姜也切丝 最后再加半个TSP的生粉 再次捞匀 捞匀后 装入蒸的容器里 我们就可以上锅蒸了 摊平它 中间给它留一点缝隙 水开后上锅 计时五分钟一道菜 盖锅盖前 淋一点黄酒 时间到 特亮吧 简单吧 又好吃 那盖子掀开后呢 就不要再盖回去了 这样青葱才会碧绿碧绿的 大火五分钟 不要蒸过了 蒸过了 它就会缩水很厉害 如果你再多加一些量的话呢 就多加一分钟 足够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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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